在得知普里正明刚拿下国际美食大赛铜牌之后 昨日议员罗美玲是代表了议长何胜峰 副议长潘逸权以及县长黎明珍 送匾额给张志强先生 而对他的占经厨艺 相信身为客家乡亲一定引以为傲 我们的县长跟议长的我也表示 对我们张先生的这个肯定 所以呢各自都送了这个匾额过来做祝贺 那我们呢很期待说我们台湾的美食 能够推广到国际各个角落去 他可以把我们的客家美食 然后做变化 然后到国外去参加世界级的比赛 而且获得了铜牌这个真的是让家称奇 68年次的张志强先生 是一位县内客家子弟 由于非常热爱客家料理 所以知己下足了很多功夫 转眼在这个上面 这次参加在香港的国际美食大赛 他展现的就是客家美食 而能在二十几个国家 几百位的选手当中脱颖而出 真的是不简单 亚洲区有二十几个国家参与的 然后他有国外的评审 也有我们亚洲区的评审 所以还蛮紧张的 平常就要多练习 我也是练习了大概三十几次才去比赛的 有二十个国家五百个选手 他参加的这个个人赛里面是比较 困难度比较高的 是中式现烹 现场都在现场料理完成的 在现场 张慈祥先生实际做了一些料理来 端上桌面 真的是美赚佳肴 色香味俱全 议员邱美玲 希望张先生的厨艺 也能够协助提升本县的客家美食 南投县总共有八万多个客家人 也希望说透过他这个美食的比赛 去得奖他也可以让我们这些客家美食 搭配我们的观光旅游 然后一起推广出去 张慈祥先生虽然刚获奖 但他不因此而满足 因为他的目标就是要将客家美食 发扬到全世界 而今年十月份 他又将到上海挑战另一个国际赛事 议员邹美玲也表达祝贺 十月份他还要到上海去参加 这国际美食大展的比赛 我们在这里预祝他 再次的得到大奖 为国正光 客家美食在这次国际赛事中大方异财 相信这也带给台湾更大的知名度 副卫长潘英泉勉励张先生继续加油 未来赛事都能屡战屡胜 为国争光 美食达人张志强 赞 米熊怀怀 不离三番报道 不离三番报道